那他们分别是关注环保议题是有孩子的家庭 他们特别注重教育理念 那特色餐厅的话是想要热海洋文化 以及原住民文化想要在店内添置趣味的 那建立设计规范的话 我想要结合在地渔馆文化跟渊民历史 就是希望消费者能够在使用的当下 能够反思环境的珍贵与永续 那历史意义的话就是 我想要着重介绍一下文化意义 就是在正边渔港没落之后 能够转型成为特色景点 然后促使人们前来尝这些新鲜的海洋文化 就是像是带动了一些周边的海鲜店家 算是就是我想要着重介绍的地方 那圆明图腾的话就是 他们祈求自然作为庇护原住民 无形的是一种宗教理念 那不同的纹路图腾代表意义也不同 那也创造给后世不同的庇护价值 那产品脉落的话 可以看出我的文化属性的话 是想要通过在拿取餐具的过程中 到底海洋跟永续环保 到底要怎么去改善人类的日常 那在沥水的过程中 那滴落的水族也仿佛就是 人类使用过后耗尽的海洋资源 那希望人们反思 就是一保私欲之后 能不能停止这种循环 那我的规划与行销的话 价格是想要定位在350以上 那因为是想要推广我的环保理念 可以透过我想要透过 故事性的文宣跟广告 能够寻找相同理念的消费者 那也可以像是我的特色 我的顾客群 像是特色餐厅的使用 能够让他们推广我的 建立我的品牌的知名度 推广我的商品 那通路的话 我可以就是现在先用网路做行销 或者是有那些像是特色展览 才特长跟原名的摆卖 让我做一些行销 那这是最终的产品 这样子 好 我结束了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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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Singh 再推若 该重褒 先 是 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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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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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黄红白菊为主色调 蓝色代表慈悲和平 黄色代表忠道 红色代表加持成就福德 白色代表法性清净解脱 橙色代表佛法庄严智慧 那中间层次它的便利是便利心事 以压克力颜料为主 因为它快干防水又不会掉色 内在层次的特殊含义 就是传递佛教的故事 然后设定目标物族群 就是热爱佛教文化 那对佛教有感兴趣 修身养性会收藏神像画的人 热衷甜颜色的小朋友或大朋友 那为什么热衷甜颜色 因为它不需要华丽的技巧跟绘画底子 只要一步步按照对应的颜色涂上去 就可以完成一幅美美的图 在这个过程中它没有感受到成就感的提升 然后描述使用情景 就是小明一家人他们来到天后宫餐湾 然后一开始看到墙上贴满色彩鲜艳的画 那大多都以神像妙语或仪式活动照为主 小明看到旁边有人在卖各种不同主题的数字画 觉得很漂亮 也看中两款图 家人觉得这些画作很有意义 可以让孩子在舆论中学习 又能培养耐性 决定买几幅为家 同时当作纪念办手礼 建立设计规范 使佛道教文化的神明妙语庆典仪式 作为数字油画的系列主题 那挑选韧性强的纸张 避免不易保存或容易撕裂 以压克力为颜料为主 图像有四种尺寸四种价位 是娱乐中学习的消遣好物 分析文化特色 就是我们的主编在三百多年前 从大陆移民到台湾 其中要坐船经过黑水过 长方船船难而上升 于是有人在移民搭船时 带着妈祖神像当作守护神 平安抵达目的地 那经过三百年后 妈祖成为我们台湾人 普遍信仰的生命 同时也是航海人的守护神 连结产品脉络分为六项 寓教娱乐培养耐性 体验成就保存价值 男亲培养和修生养性 其中又以两项为重要的特点 就是寓教娱乐跟保存价值 那挑选这个方面 这个是左边还没填射 右边是填射的样子 进行设计发展 背后呢会在 就是对应图像的宗教故事 那这边是妈祖 那后面就是写妈祖的公司跟由来 然后配上他的这尊神明的生成日 然后右下角的话就是 然后在 左下角是数字化 然后右下角是 那个有一个 二维码 就是扫进去可以看到 更多不同的宗教故事 然后这是完成 商品的整个完成的模拟图样子 差不多是这样 早早结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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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酱油吗 等我一下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王辰伟 我今天要做的是海洋人文地理时查的期末报告 我以正宾鱼钢彩虹屋作为我的产品一项主轴 这是我的包装设设计则 这是我的包装设计 这是我的包装设计参考 包装在半手里上作为使用 包装便稀性加 使用可分解的质值制作 市面上的室内容 市面上的室内容 市面上的环保包装 市面上的环保包装大概价格都落在200到250 我的产品约300块 我的产品约300块 然后价格会配合内包装而有所改变 理解文化产品 我的外在层次是以正宾鱼钢彩虹屋作为设计 中间层次是加入此景点的文化背景 强化文化特色跟同品的连结 内在层次是产品本身具有环保概念 可以增加无形价值的空间 我设定的目标族群 第二层次为部落客的原因是 想要以部落客撰写文章的方式 作为网络的行销 打造此景点的知名度 像我们以往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 就会查询网络 想以这种方式来吸引客群 而游客就是此产品的主要客群 描述使用情境 以部落客为例 他在此景点购买了伴手礼 发现了产品包装特殊 且具有环保意识 就到网站上分享 经由部落格的撰写推荐 打造景点的口碑 进而达到行销推广 建立设计规范 第一点是以正兵渔港 采用屋座为主轴 第二点是以独特外包装吸引游客购买 第三点是以环保为主要标的 分析文化特色 正兵渔港由日本人创建 是历史悠久的老渔港 所以我以它的历史与产品作结 系组轴 连结产品脉络 脉络是以正兵渔港的历史背景建立产品连结 产品属性为绿化包装 功能性想赋予产品有施肥的特性 是可以分解脂质的材质类型 挑选是一概念 我会去参考市面上的环保概念包装 提供食物保存的特性较为普通 它需要以其他的方式作为辅助 产品100%是可以分解脂质所制作的 然后这是我最初发想 接取自网络上的一篇文章 一篇报道 然后主题是可以分解的水果贴质 他们中心开发的是100%堆肥可生物降解的贴质 不含重金属 它的生物降解指的是生物分解 是有为生物把某些物质以化学分解成自然的元素 进行设计发展 我以正兵渔港采用屋作为主轴 在产品包装上 加入其中历史及经典的简介 乱丢垃圾问题依然无法完全改善 所以想以产品外包装进行环保设计 即使产品包装没有经过回收 它也是可以被大自然分解 想在纸质内加入可堆肥及生物降解隐质性包装 这是我的产出定案 我的外包装是以基隆作为背景 内层是以正兵渔港采用屋作为设计发想 以采用屋的大致颜色呈现 每个盒子内都可以放入些许的食品 内折后就像房屋一样层层堆叠的概念 即可堆叠为右下方的样子 在伴手里专区都会有包装展示品或示意图 可以供游客参考 右上的外带杯客贩售给景点附近的商家 然后一样是使用可以分解的纸质作为制作 我的报告到这边谢谢大家 我想以伴手里为主要 因为它是那种元素所以会比较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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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初是想说像基隆的那种特色 肉肝吧 有什么鱿鱼之类的 真空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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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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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想要分析原住民的文化 我觉得它是一个教育类型的一个APP 那因为材质当然就是有一些有肉的原住民 以他们作为故事的背景 那这些就是都对 就是连接产品的脉络 然后希望它可以增加使用者的互动性 以创新教育为主 然后可能会增加 然后可能是团看APP或者是线上看台的APP 那这是我画的超稿图 就是我希望说点进来的时候它界面是简单的 然后可以让你知道说这有四种使用模式 看你是要虚拟实境还是线上导览 还是组队模式还是解谜探索这样子 这是我最后的做出来的样子 对 好我的报告结束了 谢谢 一点点有去研究 但是我看过建立一套APP其实不便宜 所以其实把这个APP卖出去其实是可以赚钱的 因为一套APP至少最低最低的成本其实要20万 而且这是只是包含就是只有一个人 然后可能就是没有包含其他东西 对啊 但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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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謝謝老師 嗯 嗯 嗯 好 謝謝老師 不好意思 嗯 嗯 我要傳到哪裡 哈哈哈哈不好意思 在 在 在 可以等一下 等一下我看一下 嗯 不行啊 没有办法按分享 他是按可以按 但是他就是分享那边 他不给按 对他就是有一个 他自己也共享整个荧幕 可是他就是左下角是一个分享跟取消 是分享没有的好 我不行按这样子 破的也是这样 他要点了但他就是不给按 对啊 是吗 我要报告的是那个也是在那个镇冰鱼港的彩虹屋一样的 然后这次我要改变成 变成那个彩虹屋造型的那个固体水彩盘 然后他那个固体水彩盘的那个那个水彩也是以那个 他的外形也可以做成那个彩虹屋的形象这样子 然后就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那个镇冰鱼港 因为就是那个镇冰鱼港的那个太空屋颜色很丰富 然后就是 然后可以结合单地的那个特色 因为我知道我有偶尔经过那边的时候会有看到别人在那里写声 然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可以做一下 然后那里可以用就是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用 然后在单地的那个地方贩售 然后大概一个一个那个价钱的话 一个就是在300到400之间这样子 然后层次是那个理解文化产品层次那边是就 那个镇冰鱼港的造型那个建筑的造型 然后文化空间就是观赏用 然后可以培养兴趣 然后就是很那个organic的那种感觉 然后文化产品属性就是有很奇特的造型 然后有功能性的物品跟环保性 然后设定目标就是家庭 然后就是喜欢旅游 然后有 那这就是这个面子 对 那我这就是这样子 或者是这样子 有什么 那么 因为 想要 零 吧 我 那 我 我 有什么 那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照片 红色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 我再试一次跟她能不能按 一按 还不让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按不动 它有一个 先点一下上面的哪里有上面 哦 有了这样有吗 大家好我是张丽的 然后今天我要 等一下 今天我要来报告我的期末报告 然后是产品设计概念练习 然后这是我的产品参考的意向 这是和平岛的荣木景 我的包装设计参考是长这样 就是变条纸的盒子 那我的5WH是 就是我的袜子是那个利用使用的文具来纪念旅游的记忆 因为我觉得文具有那种代表记忆的那种感觉 然后Y就是让大家或者是当地人回应和平岛的墓建 这个重要的物品 然后还有它之中的文化与历史 其实它还是有蛮酷的那个文化与历史 那Hu就是前往和平岛旅游的人 或者是当地人 然后在哪里使用就是放在书桌或者是办公桌上 其实都蛮好使用的 因为变条纸随处都可以用 然后什么时候使用就是需要笔记任何东西的时候 大概多少钱 我是觉得84块 文化产品的那个文化层次 它的商品外包装就是 标示那个和平岛上的历史文化 然后它就是和平岛那个荣木景 它是就是之前的历史上面有写的时候 它是还蛮重要的一个自然资源 它的水是全部里面最最甘甜 就是可以喝的 然后它的包装与认识了解就是让当地人或者是旅游的人 就是发现这个很重要的历史记忆 它需要人们去了解或者是重视 然后它的商品里面就是我想要透过就是用它的外包装 然后还有它里面的东西 然后就是引发就是引发的人去就是想起来说 哦有这么一段重要的那个回忆 然后我的设定的目标客群是青少年 大概是还有还有那个上班族青年 还有中年上班族还有乐佛老年 那大概人数的租权 我是觉得应该是这样 就是它的多跟少大概是这样 啊商品设计走向 就是这是我去找到的资料 在这边 然后它的文化特色就是和平岛融幕井独特的历史存在于自然资源 就是它的水 这边有写 然后连接产品的脉络就是通过整个文化背景还有意义产生连结 然后使用商品的情境就是 我希望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更多去认识和平岛上的就是文化跟内涵 然后这是我总共就是觉得最后产品应该这样的样子 啊哈这边是我心思创作 那它像那个紫存于记忆里面是因为这个龙木井其实后面也没有人再去 就是多多发展它 所以我才觉得说就是记忆可以用变条字来就是 来表示这样 好谢谢大家 我报告到此结束 我觉得在文具店卖 这是当地的文具店卖哦 哦不不不我说基隆就好 基隆就好 没有不要和平岛基隆就好 就是整个基隆我就点满 就你说材料吗 哦你说那个那个太复杂是不是 哦海鲜也是呢 没有 哦海鲜也是呢 没有 但是制作这个产品好像要把它量产好像有点困难 老师的意思是这样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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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笔记本 它是它是那个变条纸盒 变条纸盒 嗯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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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知道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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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嘿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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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对谁要先吗 没关系你先不先 好 我今天想要报告我的我们第一次查的期末报告 我的产品是投影灯加上蓝牙喇叭的概念 然后探讨计公司的部分是想要因为投影灯和蓝牙影响都不是一个生活上的必需品 所以我希望消费者购买这个产品都能够让他的生活的质感有提升 这样才能呃展现这个产品的意义这样 然后主要的概念是取基隆到灯塔还有呃灯塔本身指引方向意涵去做一个基础的设定 然后呃价格部分是期望在500到700块之间 但是呃价格会随着音响本身的音质提升而会有所变动这样 然后理解文化产品的部分外观的部分是选用呃基隆到灯塔的八角造型以及灯塔照光的部分 然后会使用投影影像是因为想要有呃能让购买者有一种身与力气劲的参与感 然后整体要出来的氛围能让消费者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放松 然后目标主权的部分是设定成喜爱听音乐 然后希望能把房间打造成一个具有氛围的小空间的人 呃使用情境的部分则是呃在黑暗的房间里面把手机连上蓝牙影响 然后把上面的投影灯打开看着投影出来的灯光听着音乐 然后就可以仿佛跟世界隔绝然后能够暂时专注在自己身上 能够跟自己对话 然后建立设计规范的部分是以基隆岛灯塔的正八角形作为产品 外观基础 然后上方的结构会改成投影灯 下方的灯会改为蓝牙喇叭 分析文化特色的部分 灯塔是用来指引船只方向建筑物 透过塔顶的透镜系统将光芒射加海面照明 而金融岛灯塔是位于登山步道的顶点 它是台湾最早使用太阳能发电的灯塔 然后它最独特的是它的外观为黑白相间的垂直条纹的八角形塔声 然后这是其中一篇关于音乐的研究 然后里面就有讲到音乐像是隐形的轻用能够给予支持带来温暖 所以音乐的效果可以类似于轻友的拥抱或是陪伴 然后连接产品脉络的部分是以金融岛灯塔的外观为基础 加上灯塔指引船只的作用性下去作为延伸 而音乐又有刚刚说到的陪伴的作用 然后能够带前进的动力 所以就把这两个 所以就把蓝牙音响也加入到这个功能里面 对 然后挑选事宜概念的部分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就是很适合来跟自己好好对话一下 然后灯塔能够指引船只的方向 而我希望这个产品能够在黑暗中 而为那个消费者寻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样 然后设计发展部分 上面的投影灯下方的蓝牙喇叭是可以拆开的设计 然后这样子可以让产品的在使用上会更加便利 因为这样才就可以只使用蓝牙喇叭或是只使用投影灯 然后蓝牙喇叭也可以带出门 这样子以体积上来讲也比较好攜带 然后这是我设计定案 然后旁边是这部分为里面替换的投影灯片 然后黑色部分是能让消费者自行设计 然后替换部分 然后能让消费者自行设计也能更加符合消费者 当下想要反映的心境的 心境的变化以及体现消费者的喜好这样 还有报告到此也书谢谢大家 对 呃就是呃只要四周黑黑了就可以用 呃就是停音乐它两个可以拆开就是为了让它可以有不一样的使用功能性 就是停音乐当下你不一定可以开不一定要开启音灯开启音灯当下也不一定要开蓝牙音响 但它们两个可以一起使用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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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的建议 谢谢老师 我不知道 我的目标俗情设定在那种家庭的 然后就是喜欢旅行 然后有环保浴室 然后有收藏癖好的那种人 然后那个就是使用描述情景 就是你可能走到这里 然后你觉得这里的风景很迟疑 然后天气不错 你就想要亲手把这个美丽的风景记录下来 然后建议设计 大概就是外面的材质 就是不锈钢 然后 更一定浴缸的彩虹屋的颜色 然后它的那个固体的 那个水彩颜料 也是有那个彩虹屋的造型 这样子 然后文化分析 就是 就是 彩虹屋形象化 然后就是 类似小小的彩虹屋 就是可以随身携带在身上那一种 然后 然后 连接产品脉络 就是可以 合负责彩虹屋附近的民宿 然后咖啡厅也是可以 然后就是 造型也不 不只有那个彩虹屋造型也有 基隆于造型 阿根纳造船的造型也是有 然后 挑选 私衣的 这个概念 然后 这是进行发展的 然后 那个彩盘就是 大概外形就是那个 那个彩虹屋的造型 然后 颜色块就是 就是彩虹屋独特的 那个彩虹屋 那个独立的那种 造型 然后 就是 就是在附近的民宿和 附近的咖啡厅做 咖啡厅做结合 这样子 就这样 是 对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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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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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是拜拜的时候 大家可以带回去的一个实体物品 然后它会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 然后或是喜欢收集的 收集平安府的人 会有一个效用 然后它可以在庙里拜拜的时候购买 然后过完香炉之后再带回家 然后随身期待 那我希望它的造型是结合天鹤宫的外星 然后不去影响到原本红色服带的样貌 然后也会有祝福的话语 然后让传统的平安府变得好看 然后希望它的定价是80元 然后它的文化层次的话是公庙内平常常常常会看到的平安府 然后它是希望在祈求拜拜的时候可以带回家的东西 然后它是比较属于随身物品跟信仰性的东西 然后它可能是可以让大家有心灵寄托然后跟保平安的方式这样 然后设定目标的族群的话是喜欢使用商品的中年人 然后也常会到庙里拜拜 求平安府给家里的人这样 然后或者是喜欢好看好用的平安府的上班族 然后或是由特定宗教信仰的陶害人 或是从小拜天后宫长大的人 然后使用平静的话是在生活不顺遂 换环境或到外地工作就学 然后心里无法安定的时候就可以带着平安府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想起以前在家乡那种快乐生活 或者是想到感恩的人感谢的事 幸福快乐的事情 然后会燃起一股温暖跟平安的感觉在自己身边 然后设计规范的话是不想要破坏本来的平安府的印象 就是它可能是红色便于膝带 然后希望做出男女老少都可以接受 然后并且愿意购买来祈求平安的特色平安府 然后可以让人有温暖安心的感觉 然后它的文化特色的话是 天后宫是基隆和平岛最早的妈祖庙 然后它是供奉妈祖 然后它是闽南风格的建筑 然后希望就是可以把传统信仰结合天后宫的建筑特色 然后做出就是平安府的文创发展 然后再来是我挑选就是天后宫的外形 然后加上就是平安健康事业顺利等系列做出 做出系列平安府 然后它为了就是我想要让它有两种款式是一种是 它是可能可以挂起来 所以就会有孔洞的款式 跟没有孔洞的款式 就是可以直接放在你的包包或是钱包里面这样子 然后它会加上商品的包装样式 然后背后会放上介绍的秤子 然后这是最后定案的样子 就这样谢谢大家 不是很少 嗯 嗯 一千个吗 会吧 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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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後也對宗教習俗非常重視 所以他會非常喜歡收集各種跟宮廟有關的商品 然後他會想要一些和平道天井工在地的宮廟商品 作為家中擺設使用 描述使用情境 這個商品在作為容器或是裝飾上都能夠可以感受到宮廟的特有氣息 然後也能表現出宮廟文化的歷史 也能讓人對天井工有想要更多的認識與了解 建立設計規範 我想要製作就是 本身就是可以長作鼻筒、筷子筒或是吸管桌的那種商品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有代表性 能方便收納也能保存物品 分析文化特色 先前工不僅是和平島民眾信仰中心 在基隆也是非常有名的道教室廟 所以他的 他的信徒本身就是也是很多 知名度在和平島也是非常之高 然後一方面是因齊居領高下地底特性 讓民眾相信他可以保佑整個基隆士 也非常理念的關係 不少政治人物都先來膜擺 使得他的鄉火一直以來都相當頂盛 連接產品脈絡 文化屬性是 許多文化都會和宗教都會使用到的器具 那平板如果用來裝窄物品的容器或是擺設 要宣示以概念 我希望比桃的外型 不是比桃外型 比桃的材質是可以有 就是符合原本鄉弩的材質 就是他是看他是什麼材質 然後進行設計發展 我是希望他的顏色能夠可以比較金光閃閃 他就是會有比較有公標的那種神聖的感覺 然後這是我的產品定案 這是我大致上畫的一個 然後顏色也可以 就是符合他原本天賢宮降落的顏色 我報告到這裡差不多了 結束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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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n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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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只有拍一个小角落 然后跟现在就是每年年年都要 有人要拜的安太岁灯 然后探讨与设计公司 首先就是对庙宇文化有认同感 然后购买的时候也会实现自身道教的心灵寄托感 然后就是我会将这个设计呢 放入自己消费者的誓言会 然后有如就是光明灯上面会有写人家名字的感觉 然后购买这产品会对庙宇文化有认同感 然后收集自己投息所好来满足自己 然后可以放在室内或是厕所与办公室等封闭的区域内 然后这产品可以帮助去除湿气 然后维持空气的清新 然后也可以放松精神 然后主要这个产品就是有分 原本我们就有设定好的一些Q版的图案 然后跟一些客制化图案可以让你选择 然后这个之间会有一些价格上区分 就是Q版人物也比较便宜一点 然后比较偏于客制化会贵一点 然后就是理解文化产品 首先就是从外赛层次开始讲起 然后就是蜡烛外形 然后那里有蜡烛的灯 但其实里面是灯 然后里面是用红色小灯泡 然后外面就是贴上姓名或是生日之类的 然后中间层次就是以灯明来供佛 就是表示福报跟祈福 内在层次就是灯火不灭的象征 破除黑暗照亮前程开启智慧 然后象征的是民间信仰跟点亮原成思想 那原成思想的意思就是指 就是点亮你的不好的那些霉运 然后这是我的设定目标主权 就是主要是24岁的社会新鲜人 然后喜欢香粉 然后追求天然之物性 然后对于传统神明的信仰是 一个心灵寄托于文化认同感的存在 描述使用情境主要是分三个区域 就是居家当公司跟车内 然后主要大概就是放松心情 然后减缓压力跟帮助心情预约 然后我的设计规范就是 希望以植物性为主的 比如说大豆油 椰子油 橄榄油 这种东西接触皮肤比较不会有负担 然后包装采用鲜艳暖色系 因为光明灯都是一些比较温暖的 那种光照亮的那种蜡烛火的那种暖光 所以我就想要以那种暖光为设计的色系发想 然后可以客制化 也可以购买现成的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跟消费者来互动 然后建立品牌忠诚度 然后再来是分析文化特色 我主要就是拿这三个灯来举例 因为其他的灯也很多 但我想要以这三个为主 对 因为天险工主要以光明灯跟文昌灯左右两边 然后安泰色灯我觉得就是年年大家都要必败的东西 主要就是光明灯就是照亮一整年前途和少数障碍的灯 文昌灯则是一些考生啊或是一些工作人都可以点的灯 然后还可以增进智慧 然后仕途升迁 跟安泰色灯的话就是可以安稳心神 心正则安 然后祈福一整年平安如意心想事成 然后连接产品跟挑选事宜概念 文化时间是属于让人安定心神平安 还有试图升迁顺利跟智慧处事 产品脉络是能增加健康度 可以稳定身心灵 然后增进动作效率 然后我选出了四个比较相关的产品 是扩项石跟植物分材 还有香粉蜡烛跟蜡烛台灯 但我后面就是选择香粉蜡烛 然后这是我设计发想 我主要就是就是不想 没有点灯的以下 然后这是我的产出设计定案 然后主要光明灯就是玫瑰香为主 可以抗忧郁跟镇静 然后让人家比较愉悦一点 那文商就是日米蝶香 可以提高记忆力 跟促进思维火药 那阳甘菊 安泰瑟灯就是羊甘菊的味道 它可以帮助看门跟平复心情 他们的味道跟灯之间都有做连接 那我的包科到此 谢谢大家 一次性的 因为我们有想要跟消费者互动 然后建立品牌的忠诚度 然后让客人可以回流 然后有好评之后 就会吸引更大群人才抗购 说不定还有优惠之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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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有吗 大家好 我是蔡永杰 然后我今天要报告的是 我上一次的产品的再发展 然后我选择的产品是 以原住民的服装为主要的出发 然后去连接杯电 那我这次主要把它集中 是在原住民的服装上面的球全为异象 因为在阿美部落上然后年轻人会在口上戴五颜六色的球球 然后就有一种长辈对年轻一代祝福的感觉 然后在跳舞的时候他们的球也会随着就是服装在摆动 然后就有一种象征曲鞋遗旧银心银腐的意象 然后就设计出就是多用途的全球球的文靠商品 就有把阿美族的祝福送给大家的意象 然后我那时候选择的材质是编织直线 那我后来就是有找到就是替代的就是用别种材质 然后我选择的是羊毛毡 因为最主要的功能是因为羊毛毡它具有很强的吸水性 就是蒙古包的材质里面有羊毛毡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毛毡它的密度很紧臭 然后对桌面的摩擦力也会很足够 再加上就是它的隔热性很好 就会让杯子里面的水不会太快的变冷或者是变热 然后再来就是关于羊毛毡的一个起源 就是最早是流传说在西方有一个人 然后当初为了要躲避敌人拼命的在树林中奔跑 但跑一跑它的脚就非常的痛 这时候就在树林旁边发现了一堆羊毛 然后他就用羊毛把他的脚裹住 之后再塞回鞋子里面 然后就减轻了疼痛 最后他安全逃抵达的时候 然后他把他的脚从鞋子取出来 就发现羊毛已经变成一双鞋子在保护它 然后从此羊毛端就被广泛的应用 大家都认为它可以用来驱鞋 然后可以是一个可以带来好运气的东西 然后我就是目标族群 有从文青然后对该族群有进去的人 扩大成喜欢手作的人 然后英子跟家庭 然后这是我的设计草图 然后左边的图是原住民交为中心找下来的图 然后右边是我的产品 然后主要是以他的服装的颜色 然后搭配球球的设计 然后做一个可以就是一个飞电的造型 然后对然后这也是 就是不只是圆形 然后还可以平衡各式各样你喜欢的形状 然后就是这个是男生跟女生的在服装上面 有比较多色彩的不一样的时候 就会设计出两款 然后也很适合就是邻居家庭 然后就可以来参观的时候 就可以买两个回家一起做纪念这样子 然后对然后这是示意图 然后老师跟同学那时候有反馈说 就是可能一个文创商品 然后最后可能冠上文创 然后价格就会翻高 然后那时候我仔细思考一下我的商品 就是其实羊毛的羊毛毡其实不贵 但主要是贵在就是他需要费 他需要人工花很长的时间去制作 所以如果今天把费时的这个点 然后回馈到消费者身上 让消费者可以回家动手做 就会减轻就会减少负担 然后内人物除了会有基本的设施之外 还会再有就是你购买那个族群的 原住民的服装简介 然后还有那组的小故事 对就是这样 然后就会提供两种选项给消费者 就是如果你今天喜欢这个产品 但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制作 你可能要多花一些钱 然后买别人做好的 那如果你今天有时间 然后或者是你喜欢手做 你就可以购买DIY材料宝 好 就这样 谢谢老师 谢谢同学 当然有些人会想要出冰胀 那也是不可以 但是呢 冰胀的缺点是说 因为现在太多 嗯 有吗 结束了 对团队的效益 也那么大 在这边我们选择出拘魂 那再来我们会再出 我们微笑 或是先给你或是白棍 看皮屋对面的角色 可能谁叫 无威杰性 或是 这什么无威杰性 这什么无威杰性 就是恶魔威杰 第五天再 我会选得出一个顿灾后期 这样 有成棒的牛肋 好 我死 一百百万 这样 怎么样 这么 最后一撞 如果 他不得了 我会选择出一个顿灾后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之类的就可以很轻松完成这个游戏 因为这游戏的自由度蛮高的 可以让各个游戏的主持人 自己去调整各种规则 或者是订定故事的走向 然后内容物的部分 我是想说有包装盒 角色战棋 二十面神 还有可能就是开始这个游戏的前导故事 卷轴 然后定价我是定在四百五 我觉得差不多 因为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二十面神 跟前导故事卷轴 然后这是我后面会讲到的东西 第一个是为什么要设计 我觉得我们去看了远住民会馆的表演之后 虽然有看到表演 也有看到一楼有一些文物 不过我们没有到后面只有看 后面好像有其他历史的文物 不过我们好像没有时间去看 然后除了武道的介绍之外 我觉得还是希望可以在 还是可以有更生动有趣的方式 让人们了解远民文化 不要只是可能导游讲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导游去解说 是一件蛮无聊的事情 他们可能就会自己在 可能是边走着 但是其实根本没有听导游说 所以我觉得桌游是一个让人们去了解文化非常好的媒介 然后第二个是我的设定物目标族群 这个我想说我带过就好 因为我觉得不管也不用可能也不用是大学生 也不用是历史学生 我觉得他只要是对桌游或者是对历史文化有兴趣的人 都可以被这个产品吸引 然后使用情境大概设了一个 就是可能一次上课的时候 历史系的老师为了让上课的气氛更生动 所以他想要用桌游来进行教学 然后这次刚好是跟原住民 台湾的原住民相关 所以他就准备了这款游戏 让同学们游玩这样 然后我写了大概写了他的背景故事 其实我的想法是想要设计一系列 不要只是阿美族 可能是台湾所有的原住民的游戏 然后我只是先设了一个 然后让大家知道这游戏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然后这游戏我设定的故事是阿美族的创世神话 我刚刚有提到迪安马战是一个神 就是阿美族里面神话故事的角色 他的身体会发光 然后有一个海神的儿子 他想要把迪安马战取走 所以他就 可是迪安马战不愿意 所以他的家人就想要把他藏起来 但是因为他的身体会发光 所以海神的孩子最后还是找到他了 所以他为了想要强行把他带走 所以就发动了大洪水 然后这个大洪水也是阿美族的创世神话的开始 就是这个发光的女孩她的她有五个兄弟姐妹 她们就是逃到了各个地方成为了人类的祖先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游戏的规则的话我前面有说龙与地下城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游戏 可是我有大概设几个不同的角色 就是你要再选定一个角色 然后你会在游戏的过程中逐渐的变强 然后你可以 你不能改变自己的职业 然后会有一个主线的任务需要破解 我设定的主线任务是要从海神之子的身边把迪安马战救回来 可能就是跟历史会有一点改变的部分 不过应该是不会影响到理解整个历史脉络故事 然后就是这一路上会有各种支线任务 然后就大概是这样 然后游戏的走向将会是游戏的主持人用20面骰来决定 骰到10以下一定会失败任务 然后骰到15以上一定会成功 然后如果是其他的数值的话 则是由游戏主持人照各个角色的各项性质来决定 然后我这边有大概设几个五个 这个游戏大概会有二到六个人参加 所以有一个人一定要是游戏主持人 然后其他五个人可以选择这五个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 然后前岛的故事就是我大概讲过 就是可能就是他因为为了要开始游戏主持人要开头 所以他可能就是说一个夜晚就是发现自己在 已经被洪水摧毁的村庄里面 然后可能就是要在这个村庄里面找线索 然后找到迪安马战在哪里 然后将遇见的NPC除了迪安马战的父母 还有他的兄弟姐妹 这样 然后我有生那个设计图大概是这样 然后里面就是有刚刚讲到的那些角色战旗啊 二十面骰 还有游戏前导故事的远走 大概是这样 我的报告到这边结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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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是泰雅族的那个扣勤吗 应该算是口琴 就是之前有讲过的一个 呃 对口黄琴对 然后我想说 就是用这个的话就是因为 就是几个就是Wide 喜欢原住民的音乐 因为原住民的音乐是相当的有特色 而且 就是比较罕见 就是比较罕见 想说可以让它骑去 然后 然后 Wide的话就是泰雅族的口黄琴 然后 富良 所以庶民传统乐器有兴趣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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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 文化产品的话 文化层次的话就是 口黄琴是外在层次 它是属于 传统泰雅族的乐器 然后 方便性的话 中间层次它是到处各地都可以拿起来演奏 它不会限制说 像一个像是什么 大提琴或者是 中提琴 必须要有一个堂定固定 才能演奏出来 口黄琴是 随处拿就直接开始演奏了 然后 内在层次的话就是泰雅族的传统技艺传承 因为口黄琴 在泰雅族而言 它是最著名的传统乐器 然后 因为这个东西对于泰雅族而言 就是即将会开始消失 因为 它的东西 没有他们的那个 在传播 所以它 要希望 我想说能不能 做这个东西 让他们口黄琴的传统可以保留下来 然后设定目标族群的话 就是给 喜欢原住民传统乐器 然后想要制作 而且体验的人 然后就是 它们可以藉由制作和体验 让传统文化保留下去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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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了表演之后 走到了传统乐器区 然后在传统乐器区看到了许多的传统乐器 然后在看似一片小小 小片的口黄琴 看起來不起言,但是卻是泰雅族最傳統的樂器 現在的話,像西洋樂器、吉他、烏克利利 很多一些樂器 在市面上就是看到已經是習以為上的事 從口袋裡面拿出一個泰雅族的口黄琴 反而對大家而言是一個非常新奇的事物 然後設立規範就是傳統口黄琴跟體驗原住民的傳統樂器 文化特色的話就是口黄琴對於泰雅族人而言是傳統 而且值得傳承的技藝 然後泰雅族人就用來自娛或是男女肅琴的場合 老幼皆矣 一般都是受惡例或是喪事的期間是親自使用它 然後呢因為泰雅族人會一邊演奏口黄琴然後一邊跳舞 然後就一邊隨著行聲台走右抬腳跟著節奏一起跳舞這樣 然後賣落的話就是 藉由泰雅族人的傳統樂器來體驗它 然後製作它 然後來了解原住民的傳統樂器 並且他知道他的故事跟他的背景 然後等到做完就可以演演奏樂器 然後可以傳承跟宣揚他的傳統記憶這樣子 然後是竹片嘛 因為口黄琴看起來就是 製作看起來就是一個竹子 然後切一小塊 再用繩子把它連起來 然後就可以 就是很簡單的口黄琴就這樣當成了 然後我想說他的那個口黄琴可以在上面 竹片上面可以設計他一些花紋 那就是讓每個口黄琴看起來不要太重複性太高 然後就是藉由可以放一些 泰雅族的那個竹紋來 讓他們有各式各樣的花紋這樣子 然後製作完口黄琴之後就可以直接演奏 然後就是最後可能會像這樣子 他的那個口黄琴就是長著 就是每個的花紋都不太一樣 然後就大概是這樣的謝謝 天然Kay 天然 天出身 天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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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